一甲罗马VS亚特拉大 比赛时间 2018年8月28日2点30分 捷报比分网讯 北京时间 2018年8月28日2点30分 罗马主场迎战亚特拉大 出盘偏浅罗马再无好运 基本面 罗马首轮联赛在客场1比0杰杀都领收获开门红 由于只有一个竞胜球 红狼目前暂时排名积分榜第六位 本赛季罗马失去了那英格兰和一号门将阿利松两名主力 引进了瑞典国门奥尔森 中场位置则是补充了帕斯托雷和恩宗奇两大实力派 值得一提的是 罗马上赛季一甲主场输了6场 足足比克场输多了5场 而总共28例失球中 就有19球来自主场 其上季的主场表现远逊色于客场 亚特兰大一甲首轮对手是生巴马弗洛西诺尼 结果球队在主场以4比0的比分大胜对手 并以这场胜利暂时排名第一 球队目前双线作战 周中欧联主场被对手逼平 新赛季6场比赛4胜2平保持不败 状态出色 亚特兰大最近4次做客罗马2胜2平保持不败 而且他们最近客场表现相当出色 两场欧联资格赛客场均取得胜利 分别8-0狂图萨拉热窝 以及4比1大胜海发 客场表现十分强势 盘后定位 本场比赛开出主让半球0.78滴水盘口 其他机构大部分以半球0.8到0.85的出盘开出 目前升盘半一中水降水 来到半一0.82的位置 其他机构目前大部分维持 在半一0.85左右 机构意见比较统一 出盘对比最近几次半一和一球盘口偏低 综合来看 本场比赛出盘偏低 对主队支持力度不足 盘口预测 本场比赛盘口偏险 随后追平上赛季主场出盘 来到相对正常的盘口 明天预计会出现三种情况 一 继续维持半一盘降水 看好下盘 二 半一升水 看好下盘 三 升盘一球 看好下盘 压制推荐 让球推荐 亚特兰大家0.75大小球推荐 大球2.5以上 各种赔率数据截止时间为 2018年8月27日10点30分 2.5以上 赔率数据截止时间为 2018年8月27日10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